在2022年1月14日晚间 来自香港的知名电竞实况组TOYS 一行人出现在街头 并且围堵着几名正在行走的路人 而这群人中 有一位竟然是TOYS公司的负责人 周周 只听见TOYS命令伙伴录影 一边脸色凶狠的逼问周周 为什么我一出事就把频道账号密码改了 你认为那些东西是你的 为什么窃取我个人资料 我所有的证件都被你拿走 只见周周快步离开 并向路旁的警车寻求协助 窗房紧张的关系才暂时落幕 我是小林 到底TOYS和周周之间 有着什么样的纠葛和不为人知的内幕 今天我们就透过一系列的懒人包 带大家抽丝剥茧 探索其中内幕 正件事在1月15日被媒体曝光后 TOYS所属公司量子娱乐负责人 也是这整件事的主角之一 周周随后上传的影片 对TOYS前面的逼问做出了回应 包含第一点 与TOYS的关系从一开始的粉丝 变成公司经营者 起初因为仰慕TOYS而应征他公司的员工 然后接下公司的经营权 称与TOYS情同兄弟 并借给他许多钱 还一起投资许多副业 虽然多为赔钱收场 但感情依然不变 诶等一下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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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怎么填起来 周周好像把TOYS当做男女朋友的感觉 好没关系 我们继续看下去 第二点 TOYS炸赌 让周周开始不信任他 TOYS炸赌时 周周也在旁边 但知情不报 最后事件被抓到要赔600万 TOYS认为周周当时也参与其中 要求周周一起赔钱 两人开始有心结 从此双方产生信任危机 第三点 贩毒事件 TOYS原本疑似因贩毒事件 接受台湾司法调查审判 周周原本与古阿末想尽办法要营救TOYS 帮他请了两位律师 还为他之后出役的发展普鲁 而刚刚说的这些 都有透过TOYS的女友与律师转告给他 但他却说自己都不知道这些资讯 并怀疑周周想把TOYS频道卖给古阿末 而针对TOYS对他的质疑 为什么我一出事就把频道账号密码改了 这点 周周也提出回应 表示因为之前员工离职 而该员工也知道原本的账密 为确保频道安全 所以才会在TOYS入狱时更换账密 加上TOYS还欠周周钱 频道的所有权不会无条件给TOYS 最后决定等TOYS出狱后再约出来详谈 然而之后却出现许多不相干的人开始联络 周周声称要替TOYS处理频道与公司的事务 同时周周也收到许多黑道上的威胁 周周认为之前各种对TOYS的帮助和付出 有种真心幻觉情的感觉 而与此同时周周表示 在要一起详谈前收到了TOYS对他的提告 既然整件事情演变成法律事件 那么就在法庭解决 最后声明 频道将无限期停更 这里小灵我必须说 周周的停更计划真的做得非常彻底 TOYS频道现在点进去 连大头贴和频道首页的字样 全都改成了无限停更 看来这件事没有一个水落石出 这个频道是不会再有新的影片出现了 说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集的内容 请给我一个赞 订阅我的频道 为大家送上最新最及时的相关内容 我们继续看下去 当然刚刚说的都是周周一人单方面的回应 我们不能全盘相信 必须看看TOYS这边的说法 在1月16日晚上6点 TOYS到游戏实况组 金旋风的YouTube频道开道歉直播 其中提到了 第一点 TOYS承认炸赌 向所有受害人道歉 尤其是丁特 丁特这么信任他 还介绍金旋风给他认识 结果他还炸赌金旋风及丁特 自己真的是个垃圾 第二点 TOYS当下被人发现社局炸赌后 赔了600万 金旋风当下分给也被炸赌的同行 三个弟兄 一人各150万 之后赌局中又有一人私下找了TOYS 要了800万 而周周认为因为TOYS是名人才会被要这么多笔钱 这部分周周不愿分担 而TOYS也认同 因此这800万是TOYS用公司的车子抵押了250万 又再跟周周借了200多万 这里补充一下 根据网友补充 要赔的800万是赌局中有人去其他赌场赌输钱 把TOYS炸赌的偷录影片拿去给赌场抵押 因此赌场拿影片找TOYS要钱 第三点 TOYS表示炸赌是周周和他一起策划的 当初要赔给金旋风的600万 原本是要与周周各出一半 但周周不愿意 因此最后协调是周周一起赔100多万 第四点 当初周周来TOYS公司面试时 就发现他很有钱 开的车是保时捷 疑问之下才发现 周周其实在夜店经营一些不法勾档 因此致富 第五点 TOYS说他只要事业遇到撞墙期 就会想做点什么证明自己 所以一开始就想找周周投资 结果每投必亏钱 最后想到周周原本就在做一些 游走法律边缘的事业 所以就和他一起策划了这一场炸赌骗局 第六点 周周担任公司负责人期间 没有付过任何一笔钱 所有员工的薪水支出都是TOYS在负责 但他却在TOYS贩毒案后三天 就把频道所有密码改掉 连频道的收益账户都移转到周周名下 而在TOYS坐牢时 员工们的薪水都是当时律师带着薪资单到狱中 给TOYS签名财罚给员工的 第七点 周周在TOYS出事后去他的家中 把他的居留证护照重要文件都拿走了 第八点 TOYS认为周周可能认为他在出事后 无法将欠周周的钱全数还清 因此才把TOYS所有重要的东西全都拿走 TOYS更认为周周目前拿走了他的东西 而这些财产总值已超过TOYS原本欠下周周的钱了 对此 周周在直播中有向直播主持人金旋风传讯息表示 TOYS欠他500万 他卖了TOYS价值243万的车 从TOYS频道中提取了剩下两个月160万的收益 到这里我才知道原来TOYS光是拍影片 一个月就可以从Youtube手上赚到80万 这也太狂了吧 啊不过这是题外话啦 扯远了 第九点 周周去古阿末那边帮忙拍片 跟古阿末谎报自己的薪水 让古阿末受骗多付给周周 不过这点稍后我们会为大家整理出古阿末对此事的看法 第十点 TOYS表示周周在扣留了一堆他的重要资产及资料后 还要求TOYS签下借据才愿意帮他交保 第十一点 周周在之前的影片中说 TOYS派黑衣人围堵他 这群黑衣人其实是TOYS的律师 以及频道的业务和剪接师 并非周周所说的黑道 第十二点 TOYS表示 自己的案件在审理完毕后 一定会被台湾政府遣返回香港 这里小林想问大家 你觉得TOYS对周周的反驳有可信度吗? 首先我们就来看看与TOYS纠缠最久的电竞不死鸟 捅神是怎么看的 第一点 单就炸赌事件来说 捅神表示 看到这张截图后 他认为整个事件 周周跟TOYS都是同伙 而且通常炸赌都是框不熟的人 连朋友丁特都框 他们真的不是什么好人啊 第二点 捅神认为 虽然周周认为自己是TOYS公司的负责人 频道应该归他所有 但就观众的角度去看 频道里的主角是TOYS 频道名称也是TOYS 整个频道的发展也是依靠TOYS才能做起来的 所以TOYS要求周周把频道归还是合情合理的 第三点 捅神表示 因为TOYS是香港人 所以委托信得过的人 也就是周周挂名当公司负责人 就能避掉在台湾开公司时许多繁杂的程序和税金问题 但其实公司的经营权和决定权都在TOYS的手上 周周只是负责账户金流 此外 通神也推测 周周拥有TOYS公司的账户 目前账户可能有600万以上的金额 而TOYS刚从牢里出来 一定非常缺钱 所以才会想要从周周手上夺回公司与频道的经营权 才能重新拿到账户里的资金 第四点 捅神指出 周周在澄清影片中 并没有把所有事情都吐露出来 只把对自己有利和对TOYS不利的面向呈现在影片中 整件事情并没有那么单纯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TOYS炸赌事件的苦主之一 丁特 丁特也在昨晚YouTube实况台时 对TOYS炸赌事件做了回应 第一点 去年农历过年 丁特为了忙自己的电竞战队事务 而独自留在台北过年 当时TOYS约他打牌 殊不知竟然是要社局炸赌丁特 框丁特的钱 而且丁特还加码爆料 TOYS当时的月收入早已超过100万元以上 到底为什么要社局削他一笔呢 第二点 一开始丁特认为TOYS是很搞笑风趣的人 和他交朋友蛮开心的 但真的无法理解TOYS为什么如此爱钱 甚至为了钱做出一些让丁特都无法理解的行为 第三点 丁特举例TOYS为了钱斤斤计较的例子 他说 之前在香港HKE电竞战队时 TOYS的月收入高达40万 当时有位来自韩国的队友RAZEN很穷 家境不好 丁特当时月收7万都常请RAZEN吃饭 而TOYS则会跟RAZEN斤斤计较只有150元的麦当劳餐费 还跟RAZEN要钱要了好几次 第四点 丁特表示 TOYS认为当初自己被前东家老板钟培生冷冻时 丁特没有跳出来帮他讲话 还消费他 让他气到一年多没和丁特联络 没想到TOYS再次和丁特联络时 就是要开口跟丁特借30万的台币 最后还拖了2-3个月TOYS才把钱还给丁特 第五点 丁特的堕特事件 其实是TOYS去怂恿粉丝爆料一手策划出来的 但丁特觉得 应该是当时TOYS鬼迷心窍 一时无聊捉弄他一下 自己也许在哪边惹到他不开心 觉得大家还是朋友 开开玩笑没什么 但在诈赌事件过后 丁特表示自己已经彻彻底底的认清TOYS这个人了 第六点 丁特曾经拍过一部牛排馆美食的YouTube影片 当时还没上传 抢先分享给TOYS看 并说这间牛排超好吃 没想到TOYS直到后 隔天立马定位 马上拍完影片完成剪辑 并抢先丁特上片赚取流量 害丁特上片时被网友说吵袭TOYS 第七点 丁特表示 其实他早就可以爆料这一切 但他心里就是不想回了TOYS 之后也不会对TOYS提告 第八点 丁特在看了TOYS的道歉直播后 表示会原谅TOYS 毕竟曾经有段长时间的革命情感 但能不能和TOYS继续当朋友 丁特表示自己也不确定 但对于TOYS肯公开道歉并承认错误表示肯定 这里小林我只能说丁特还是对TOYS保留了一点点的感情 或许在丁特的心里还是希望TOYS能及时回头吧 前面有提到TOYS在道歉直播中有说周周在TOYS入狱期间有请古阿末来帮忙营救TOYS 一方面也希望在这之后能够有机会与TOYS合拍影片 第二点 古阿末有跟周周说 如果在TOYS入狱期间 周周想要用TOYS的频道与古阿末合作拍片 那么周周必须把影片中所得到的广告收益分一部分给他 当下也请周周将这个讯息传给人在狱中的TOYS 但不知道中间传话是否出了一些差错 这件事到了TOYS的耳里变成古阿末占有TOYS频道30%的股份 好在这件事已在电话中向TOYS解释清楚了 双方不再有误会 第三点 古阿末也在这个期间推荐了曾帮他打官司的简律师给周周 而周周也在当时再找了一位高律师来一起协助帮助TOYS从狱中脱身 古阿末还表示 一开始的周周是真的想要帮TOYS 但无奈事情进展的过程中 周周和TOYS的女友奈奈产生了意见分歧 TOYS的女友奈奈选择找高律师来营救TOYS 而周周则是选择了简律师来处理和TOYS的后续纠纷第四点 古阿末表示 周周一直认定TOYS有找黑道搞他 而TOYS则坚决否认绝无此事啊 对此古阿末认为这就是双方的盲点必须先厘清到底有没有黑道介入这一次的纠纷 第五点 关于周周为什么要把TOYS的重要证件都扣留走 古阿末表示在询问过周周后 周周说会在拍影片跟大家说明原因 第六点 古阿末认为现在TOYS和周周透过网路隔空放话是毫无注意没有帮助的 应该约个时间双方碰面好好谈谈 或者就是直接到法庭用证据来说话 第七点 古阿末最后也声明自己一开始只是想找TOYS合作拍影片 结果没有想到TOYS因为贩毒被抓入狱 自己当初真的是来帮忙的 并非选边站也并非想要夺取TOYS的频道 并且还说除非他能够成功说服TOYS和周周和好 否则他在之后的直播都绝对不再提此事 作为TOYS的前队友 史丹利也在1月15日晚上实况直播时 回忆起与TOYS的种种过往 这里我们简单的统整一下史丹利的回忆与观点 回忆1 2013年史丹利和TOYS要同时离开 TPA电竞联队时 当时TPA领队特别打电话告诫史丹利 要他谨慎交友 当时的史丹利还听不懂 直到后来才明白了领队的意思 但毕竟对TOYS还有昔日一起在战队打拼的情谊 所以一直对TOYS有种矛盾的情感 回忆2 当TOYS被前东家老板钟培生冷冻时 史丹利开游戏直播都会让TOYS发出一点声音做做效果 此举还引来了钟培生的关切 不过史丹利当时还是选择力挺TOYS 回忆3 史丹利表示很怀念当时与丁特TOYS 以及其他友人一起游戏实况的日子 史丹利也认真的把丁特和TOYS当做自己最好的朋友 观点1 史丹利秀出荧幕截图 表示TOYS每次在做错事之后都会很诚恳的道歉 然后之后又不断的犯错让他感到非常无奈啊 直播到了最后 史丹利表示虽然发生这些事很可惜 但自己不介意 如果TOYS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尽管开口 毕竟曾经一起努力打拼过 而丁特被炸赌的事件 他当时是知道的 只是因为有一些因素他不能说 讲到这里小林我发现 无论是前面提到的丁特还是现在的史丹利 他们两人对于TOYS真的是有着一种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啊 好巧不巧 TOYS的前东家香港老板 也就是曾经冷冻过TOYS的钟培生 在15日晚上夜开了直播 谈到TOYS 他说了以下三点 第一点 认为TOYS目光短浅过于贪心 第二点 在2012年要签下TOYS时 曾跟TOYS打过牌的好友 劝告钟培生 这个人手脚不干净啊 要他考虑再三 但当时钟培生恋战年轻人难免会犯错 最后还是选择将TOYS签下 第三点 称赞TOYS 认为他是一个很有想法聪明的人 希望他能够在最近的事情学习成长 期盼将来能够继续带给粉丝正能量及欢乐 看来TOYS的前老板 其实还是盼望他能够悬崖勒马回头施案 只是TOYS真的回得了头吗 还是已经回不去了呢 馆长在1月16日的晚间 也直接开喷TOYS和ZOZO 第一点 他认为TOYS和ZOZO都差不多啦 他是最鄙视这类炸毒的人了 第二点 馆长表示 之前已经听过关于TOYS的风声 他只是不想理会 也表示像TOYS的炸毒行为 在道上是会被剁手断手的 这里小林不得不说 TOYS真的算是运气好啊 炸毒到丁特和金旋风 没有要对他怎么样 不然今天他有可能真的失去了双手 对于这次TOYS和ZOZO的炸毒 和公司及频道所有权争夺事件 有网友提出了不少质疑 像是 1.1 难道ZOZOZO在借钱给TOYS时 真的就像他影片中所说 没有利借据吗 还是另有引擎 因为一般来说 就算再好的朋友或家人 借了那么多钱 欸好几百万欸 怎么可能不会利借据来自保呢 1.2 为什么在TOYS与金旋风合开的直播当中 ZOZOZO只愿意用传讯息的方式 和TOYS对话呢 为什么不愿意开语音或call in呢 难不成 这其中还有更多不能公开的秘密吗 1.3 既然ZOZOZO在来TOYS那边上班前 就已经过着富裕的生活 为何还要来TOYS这边上班呢 难道就只像ZOZO在影片中所说 是因为单纯仰慕TOYS 所以才想成为TOYS的工作伙伴 许多网友们认为这个理由实在太牵强了 此外更有网友表示 这比王力宏李靖蕾的第二季 还要好看多了 还称TOYS根本就是流倒了吧 以前开台跟统神互呛 再到疑似贩毒 以及现在被众叛清理 还有炸赌事件 这一系列的剧情根本就是八点档 有没有可能这一切都是流倒的剧本呢 为的就是要让自己再度成为 Youtube点阅绿之王呢 大家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觉得有没有可能这一切都是TOYS的套路 自导自演的呢 我个人认为第一点 炸赌事件ZOZO和TOYS 基本上都在同一条船上 ZOZO并不会因为主动爆料这件事情 而能够得到大家的原谅 第二点 频道与公司经营权的部分 如果根据TOYS的说法 那么ZOZO其实不该霸占TOYS的频道 但如果TOYS在直播中有所隐瞒 或者ZOZO手上还握有更多的内幕 那么整起事件就没有这么快落幕 第三点 从TOYS和金炫风所开的直播中 他对丁特、史丹利 以及所有曾被他伤害过的人郑重道歉 并表示会负起该负的责任 不期待会得到大家的原谅 这里小林很好奇 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底下留言加1表示 你在TOYS得到该有的法律懲署后会原谅他 留言加2表示绝不原谅TOYS 希望他受到法律懲署后赶快回香港 留言加3 我只是来看剧吃瓜的不干我的事啊 或者在底下留言分享你对这件事的见解哦 喜欢这部影片请帮我按个赞 分享这部影片给你的好友们 订阅我的频道就可以追踪这件事的后续发展 我们下次见